陈小春开面馆,一碗面卖到165元台币,端上一看时刻感叹,无话可说。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,物价上涨,人们生活压力是越来越大,许多人在自己本职工作完成之余,还会给自己找一份副业,以便能够给自己的生活减轻点压力。 要说现在什么职业最挣钱?那就非是娱乐圈明星我没说了。 说到陈小春,大家都十分的熟悉了娱乐圈中的当红男明星。 曾凭借助《古惑子》以及《陆顶记》而大火成为当红男明星。 虽然这些年,陈小春没什么作品,但是今年来却凭借助《大火》的综艺节目而再度翻红,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。 大家都知道,很多明星大火之后都会做副业,这些副业基本都是餐厅,比如火锅店,咖啡店,炸鸡店,面馆等等。 而陈小春也不例外,他也开了自己的面馆,店名是七爷。 陈小春的面馆与其他的面馆不同,装修风格很有特色,所以他凭借助自己的知名度以及面馆的优越位置,迎来了很多顾客。 之前,网上就有一位网友来到陈小春的面馆品尝。 到店后拿到菜单,看到好几款面,价位也不同,于是就点了一份相对于还算便宜的面,但是也要42元165元台币。 因为在大家心中,我们平常吃一碗面也就是十几块钱,没想到这里就要42元港币165元台币。 当心里正有疑惑的时候,面就做好端上桌了。看到桌上的面后,这位食客就表示无话可说。 因为没想到42元的面里除了面条之后,肉是很多的,这些肉也值得这个价位了。 而且,品尝过后,面条筋道,汤汁鲜浓,口感很不错,肉吃起来也很鲜嫩,这让食客觉得42元钱也值得了。 当年陈小春和英菜而恋爱第一次约会吃饭,就是去吃的牛腩面,虽然没有什么高大上的,但是这种面很受大众喜爱。 陈小春给牛腩面的定价是42元港币165元台币,在香港这种价格可能要高于牛腩面的平均水准。 我们都知道,很多地方的牛肉面虽然只需要十几块钱,但是牛肉可以说是只有薄薄的鸡片,让人总是意犹未尽的感觉。 而山鸡哥的牛肉面就厉害了,碗里居然有6块牛肉,而且每块都是超大块的,让人一口下去简直幸福感爆疼。 陈小春的牛肉面中的牛肉不仅数量多,而且大。 众所周知,牛肉的价格更贵,所以这是值得的。 而现在,英才儿和陈小春也很幸福,两人不仅在事业发展上很好,感情也是那么的恩爱,也有一个可爱的儿子,可以被称为人生赢家。